最近东南亚传来的一则新闻 那是女性看了目瞪口呆 男性看了羡慕不已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有一家人非常特别 这家有一位31岁的妻子 名叫咪咪 而负责赚钱仰家的照顾 叫做瓦里 瓦里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原因 所以经常出差在外 一个月也在家待不了几天 所以妻子咪咪总是独守空房 内心感到非常寂寞难耐 尽管如此 咪咪也恪守复道 从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自己丈夫瓦里的事 相反 她还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 一日 她实在是感到无聊孤单 因此竟然主动要求老公纳妾 给自己作罢 瓦里一听 还有这天大的好事 转眼便连续迎娶三名美丽的女子为妾 其中 第二房太太 竟然还是原配咪咪的好闺蜜 试想 天天跟自己的闺蜜 共同侍奉一个丈夫 那岂不是亲上加亲 以后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冷了 根据星周日报等外媒的消息 瓦里与咪咪于2014年结婚 并且育有两个孩子 但因担任承包商 必须经常在外奔波 经常把妻子一个人扔在家 有一天 实在无法忍受独手工房的咪咪 希望瓦里再娶几人妻子 跟自己作伴 之后 她便又娶了26岁的Lina 25岁的安妮 以及25岁的蒂哈 据悉 第四任妻子将在本月21日晚婚 事前也获得了三名妻妾的同意 不过 妻妾们各自进行小生意 没有住在同一屋檐下 咪咪表示 她很想要交个朋友 所以才会要求老公再去 她说必须把小倩们全都当成好姐妹 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尊重礼仗 才能感受到甜蜜之处 咪咪亲口对记者说 很少有男人会放过这种机会 当然也会有附加条件 但我不便透露 她说要再举时 我没有意见 也不介意 因为我已经事先同意了 前提是她必须有能力 并且公平对待每个期限 说起一副多气质 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因为自封建王朝结束后 中华大地上对这个制度 都已经明令禁止 但实际上 在现代文明的当下 依旧有多达15个国家 可以实现一副多气质 在这些国家 男子可以娶若干个老婆 只要你有实力 弄个后宫家里三千 也不是不可能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 有哪些国家 还保留着一副多气质吧 第一个国家便是伊朗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按伊斯兰教义 一个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 但是他们要平等对待四个老婆 一旦要离婚 男人会被弄到请家荡产 第二个国家 就是伊朗的邻居伊拉克 在当地 一副多气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目前伊拉克妇女 最紧迫的问题 是能够结婚的 有钱男人太少了 还是金钱惹的祸呀 第三个国家 是塔吉克斯坦 他能保持一副多气质的原因 有点无奈 那就是因为男人太少了 目前这个国家男女比例 一比七 由于贫困和失业 导致人口流亡到国外 还由于1992年至1997年的内战 造成人缘死伤 大部分为男性 由于男少女多 造成一副多气现象 非常不便 第四阿富汗 在阿富汗 只要你能养得起 就可以拥有多个妻子 大部分阿富汗人认为 多气是富有的象征 多气是富人的特权 第五塞内加尔 在西方看来 塞内加尔是一个民主实行 较好的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 却是一个 一副多气质比较顽固的国家 塞内加尔前总统瓦德认为 一副多气是不能禁止的 古老传动 第六就是当前世界人口第二 也有可能已然成为第一的印度 这个国家也比较特殊 在印度 不同宗教信仰 婚姻制度是不一样的 印度教实行一副一气质 伊斯兰教徒是允许一副多气 基督教徒则又是实行一副一气 第七喀麦隆 在喀麦隆 一个男人有四五个老婆很正常 还有几十个老婆的 男人和每个老婆单独住自己的屋 男人会给老婆拍一个值日表 每天晚上老婆 按照值日表上的安排 去男人的屋子里值日 长得漂亮一点的 机会就多一点 第八个国家 是史瓦基兰 可能大家对这个国家比较陌生 但这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 妻妾和孩子的数目 是衡量男人的重要指标 第九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有一个马赛部落 马赛人衡量男子穷富的标准 是牛和妻子的数量 并且老婆和牛可以互换 第十则为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尤罗巴族人 也是一副多妻 妻子越多 男人地位越高 越受人尊敬 在那里 地产 房屋都不值钱 最实在的财富 就是妻子 第十一为南非 南非的祖鲁人 也实行一副多妻制 农村部落娶妻子还是用牛换 娶一个妻子 要十几桶牛 第十二是阿拉伯 阿拉伯国家信奉伊斯兰教 实行一副多妻制 但最多只能娶四个 但实际上 多数男人都娶不到四个老婆 首先 当某男想娶第四个老婆时 必须经过前三个老婆签字同意 其中一个老婆不同意时 这个男人将无法迎娶下一位老婆 其次 他们要求对每个老婆一视同仁 比如给一个老婆买了宝马 必须给其他三个老婆也买 第十三为孟加拉 孟加拉国一副多妻是合法的 但是要争多妻税 只要你有钱能缴税 你就可以多娶老婆 第一个老婆免税 第二个老婆交一万塔卡 第三个老婆三万塔卡 第四个老婆四万塔卡 以此类推 看来这个国家玩一副多妻制 是为了国家GDP一样 第十四个国家是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是非洲一个面积很小的国家 实行君主立宪制 当地保留亦夫多妻制 国王可以拥有无限多个妻子 每年都要选妃子 在每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举行的 卢伟节 也是国王的选妃圣典 最后一个可以亦夫多妻制的国家 就是乌干达了 乌干达是世界著名的亦夫多妻的国家 一个男人的性败平均超过十个 其实除了这十五个国家之外 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亦夫多妻制的国家和地区 这大多数是由于人口比例失调 财富地位观念 宗教信仰等 但基于男女平等和先进文明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乌富多妻制 所以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男人 就投着乐吧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